花莲省政府农业处8号在芝卡轩绿森林公园举办了儿童欢乐派对 透过四大关卡邀请家长带着小朋友们来进行闯关游戏 除了可以考验体力勇气也培养亲子感情 走进芝卡轩公园来认识大自然 家长带着小朋友体验园区内荒野冒险岛 魔法音乐盒、生活天空树、种子图书馆四个关卡 培养亲子时光,同时体验公园的绿森林环境 庆祝四月儿童节,花莲省府农业处8日在芝卡轩绿森林公园 由圆明舞蹈和森巴谷的表演揭开儿童欢乐派对 四月份是我们的儿童欢乐月 希望透过一个游戏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芝卡轩所有的一个邮剧 那今天呢我们各个关卡都有我们的关注 请小朋友们一定要听从关注的指示 会告诉你们说要完成什么样的指令 那把你们的护照能够盖好章之后 最重要的完成的关卡然后盖好章 可以到我们的总址图书馆旁边有一个咖啡厅 那边就是我们的对讲处 那会有奖品让大家选 前100名呢会有冰淇淋 还有我们的气球 然后还有我们的蜡笔可以选 然后还有我们的右香怪怪 除了闯关活动 现场也安排绿色疗育体验及农村市集 还有动植物防疫所的狂犬病宣导 享受健康自然同时预教娱乐 前半让芝卡轩公园 不只在每年暑假成为欢乐的清水公园 也邀请更多民众一年四季都来照访 共同在绿圣林里留下难忘珍贵回忆 接着长帮演讲相报道